如果經營便當店 那它是外帶的 那外帶的便當店 它有經常性的一個對外銷售的話 那它其實應該要辦理稅籍登記 那博稅局會通知它來辦理稅籍登記 至於它的銷售額 我們要怎麼查定 會看它的 因為它是外帶沒有座位 所以我們會用它的人數 那銷售額每天每個便當多少錢 然後它每天營業幾個小時 每個月營業幾天 來算它的查定銷售額 那這樣子查定的結果 如果小於8萬塊的時候 其實不會課到稅 也免稅 那如果說8萬塊以上 那就會適用的稅率是1% 那如果說我們通知它來補辦稅籍登記 它有來辦的 其實依照我們違章事件的 這個見面處罰辦法標準 它其實是不用處罰的 而且我們會很積極地去輔導它 所以業者其實都不用擔心 那這是我們目前對於便當店 它經營情況的一個說明 請問一下